之前有网友跟我留言想看一下国产大容量的固态用的是什么方案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块4T容量的硬盘 这是一块移动速度品牌的硬盘 品牌这不重要啊 大家可能会想4T的盘才出来多久吗 怎么这么快就到你手上了 如果大家在网上买硬盘的时候 在不输入特定品牌的条件下 是不是可以经常看到 宣传上号称某某之光 采用发源于青藏高原合流品牌的晶圆或者颗粒 这并不奇怪啊 毕竟现在的固态都是白菜价 像这种三方厂商的4T容量盘也就1000出头 当然这是平时的价格啊 如果再加上点活动啥的 直接给你降到千元以下 可以说是妥妥的价格屠夫了 这一块盘是B站的一名UP主发过来的 他说自己的素材在里面 还是希望我可以帮他抢救一下 这双眼睛怎么一直在瞪着我啊 咱们还是先按照常规的方式给他做一下全身的体检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里面用的是什么颗粒 现在贴纸我还没有撕啊 大家可以先擦一下 不过我首先是排除掉原厂正片的 剩下的非黑技白有50%的概率 其实在此之前 我还拆过几款其他品牌的4T硬盘 具体嘛我就不点名了 版型啥的跟今天这一个几乎是一模一样 说不定是同一个代工厂出来的 颗粒就不用我说了吧 我相信大家心里肯定也有答案了 粗糙的表面上一个字都没有 但这也说不准 可能是因为出货量实在太大 厂商还来不及打印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 它的供电有没有正常产生 供电这边我看了一下 好像是挺正常的 三个电压全部出来了 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是它的颗粒挂掉了呢 确实有可能啊 因为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我们可以短接一下 看一下它的颗粒ID能不能被正常识别到 短接口是这两个 这是一个连云的MAP1602A 四个颗粒组成四T容量 这里应该会有16个CE啊 如果等一下短接的时候 发现它缺少了哪一个CE 那就证明这里肯定有颗粒挂掉了 如果它可以识别到16个ID 那就证明是它的固件挂掉了 硬盘这边 短接都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这个短接口 我应该没有搞错啊 因为之前我都是短接这里识别的 算了直接上PC3000检查吧 这一块盘在设备上可以识别到型号啊 我们访问一下 上区访问不了啊 无论点哪一个都一样 我们测试一下吧 果然这边一读取 就全部都是这种报错 这就证明这个盘的固件肯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是颗粒损坏 这一个盘的型号是识别不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mart Smart还是可以读到啊 这个通电时间只有19个小时 写入量4T多一点 读了10G 也就是说 这个盘几乎就是刚把数据写进去就读不出来了 目前这个主控的盘坏固件就是绝症啊 当然数据也是回复不了的 其实我个人目前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碰这种大容量的固态 当然我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是吧 还是得看用途 假设只是装个游戏或者软件 而且平常注意备份的 那可以试试啊 毕竟这种盘便宜大碗嘛 坏了大不了 走字吧 换一个新的接着用 软件傻的 重新下载就行了 如果是存放重要的小姐姐 而且又不成辈份的 那我只能说 祝您生活愉快 再见